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许芳怡 我是一个舞者 我来自一个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 它叫台湾 刚刚我被介绍说 我坚信纪录片可以改变世界 的确我是这么想的 水水台湾 其实就台湾话来讲 水水的台湾 可是这里面意涵的台湾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问题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愿是满山的杜鹃 只为一次 无憾的春天 我愿是烦心 舍给一个 夏天的夜晚 二十五岁我回到政大教书 大概是最年轻的讲师 第二年 我给自己创了大祸 我创败那圆满无极 今年三月的这个学生运动之后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 被这个课题缠绕在脑中 就是有点在想这个社会 还有这些 我所认识的这些年轻朋友 他们将要何去何从 我今天在这儿 我今天很高兴在Tatex台北 要向各位分享 我们这段 中年阿伯的太空 刚才软一东老师呢 在台上一开始就非常大方地承认 他玩摄影已经超过四十年 相信我 我当主播没有超过四十年 今天我要以一个资深媒体人的心情 从一个所谓的相对传统媒体 跨越到所谓的新媒体 谈一谈我的观察 我的心得 我的心路历程 社会公益和企业的获利 这两件事情呢 在传统的观念里面 不但是两回事 而且有的时候呢 还会彼此竞争 可是我要怎么跟他讲 小弟弟 你如果活下去的话 我们要把四字斗掉 那如果还是你就算了 你就不愿意再活了 你如何跟一个七岁的男生 讲这种生死的问题 台湾医师的犯罪率世界第一 每十点五天就有一位医师被告 每三十八点八天 就有一位医师被定罪 当一位医生辛辛苦苦地 付出自己的时间跟热情 换来的却是无理的烂数 大家还会有热情 想要继续做下去吗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因为我那些熟悉的田园 都已经几乎消失殆尽 你在哪里跌宕 如果发现不适合 用爬的 都要爬出原地 我会学习假装勇敢 然后在假装勇敢的过程里面 我试着学习勇敢 就要因为别人 而放弃你所热爱的事物 情绪不持久 这个是情绪的本质 因此没有永远的快乐 也没有永远的悲伤 我常常认为我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把我面前的事情做好 影响到不了什么人 但是随着每一个经验的忽电 我发现 我只要把我在我位置上的事情做好 事实上 或许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一点点 我们认为照顾不是让老人家 做人生最后生活的地方 照顾是一个让他有机会 能够过着他自己必须做主的生活 我到底会不会被人工智慧取代 当你认识他的时候 你可以更充分地利用他 然后你不必担心说 他会取代你 而是他可以帮助你的工作 可以做得更好 于是我才明白 原来表演艺术 是没有完美的 因为人本来就不完美 常常有人问我 我还相信司法 我相信人 我相信人会去改变 包括在场 大家各位 都可以去改变 我没有什么梦想 我只希望 不要再有下一个学生 能将生背 sociedad 也出现 那 olacak 再次 试语 予吴 不可能的事情 變成可能 想要向各位選擇就是 我們絕對沒有放棄 買進去提供 感謝 謝謝